心灵回收站 这也是在婚前两人就说好的 不到年薪四十万是绝不考虑生孩子这事的 我是上友哥哥 家里爸妈自己做点家具批发的小生意 不是很富贵 但是小康生活还是算得上的 而徐涛家里和我家相比还是有些差距的 他老家是我们那里的一个小镇上 家里就三间小平房 公公早早的去世 婆婆一个人带着徐涛和小姑子徐悦生活 徐涛和小姑子徐悦相差九岁 据徐涛说 公婆很是溺爱徐悦 所以导致她现在成了这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模样 徐涛虽说和徐悦是兄妹俩 来自同一个爸妈所生 可他俩的性格各方面都是恰恰相反的 徐涛是个能吃苦的人 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 所以自从大学毕业后 他就留在了我们的省会城市工作 在我认识他开始 他真的很努力 从一个小小的实习生到现在的部门经理 是我亲眼看着他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上去的 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还不是经理职位 只是个小领班 辛辛苦苦一个月工资也就那么一点 没房没车没存款 彩礼只收了他六千块钱 陪价是翻了好几倍带回去的 当时结婚时 我们先是回老家办了酒席 然后再回到出租房请朋友 来热闹了一下就算完事了 我妈一个劲地骂我傻 说她就这么一个姑娘 就这样悄不生地嫁人了 可越到后面 我爸妈越是喜欢徐涛 这个她是肯吃苦的女婿 婚后我们一直住在出租房里 然后想尽办法做业绩拿其成 拼了命地攒钱买房子 而婆婆和小姑子徐悦 是一直生活在老家的 我们只要有时间 就会回去看望他们 努忙的时候 也会回去帮婆婆收肿 婚后第一个年头 接见年关了 我和徐涛两人天天忙的 不是见客户 就是在去见客户的路上 腊月十八的晚上 接到了婆婆的紧急电话 电话内容是 刚满二十岁的小姑子 要嫁人了 在徐涛得知 未来妹夫的人选 是他们村出了名的忙溜子之后 他连夜跟我回了老家 反对这桩婚事 只是回家 看到小姑子隆起的肚子 徐涛的拳头 狠狠地砸在了厨房的墙壁上 小姑子在我们刚完婚 就吵着要去打工 徐涛劝解无果后 只能答应 没想到 这不到一年的时间 竟然挺着肚子回来了 孩子的爸爸 是出了名的忙溜子 还进过几次局子 可是据徐涛说 他肚子里的孩子都五个多月 接近六个月了 要是去打胎 会有风险不说 最关键是 小姑子他以死相逼 说他俩是真爱 徐涛不能揪着别人之前犯的错不放 一旁的我 也是以嫂子的身份 劝了小姑子好几天 只是 他下定决心 要嫁 无论我和婆婆 徐涛 怎么反对 都是无用 到最后还买来了一瓶农药 以死相逼 那还能怎么办 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妹妹 一失两命的去了呀 徐涛和婆婆 最终还是同意了这桩婚事 在小姑子怀孕六个月 也就是正月礼的时候 徐涛和我一起张罗着 给小姑子办了婚礼 彩礼婆婆一分都没收 那婆家呢 也没打算给 她家两个儿子 家里压力大 没钱 再加上 小姑子之前 要死要活的闹腾 人家已经是 拿准了她的脾气 灵彩礼 怀着六个月的身孕 嫁到了 那个她一心向往的婆家 小姑子嫁了人 婆婆一个人在老家 也没个人照应 所以 我们把买房的事 提前了些 过完年 四月份的时候 徐涛和我 一起去 付了房子的首付 买的是一套二手房 房东去上海发展了 房子装修了 也没住过 就连锅碗瓢盆 都是全新的 可以说 是拎包入住 对于我们来说 再方便不过了 当月 我们便从出租房 搬到了属于 我们的房子里 趁着放假 回老家 去准备 接婆婆过来 一起住 可是 婆婆却拒绝了 说是小姑子 坐月子 没人伺候 她不放心 虽然结了婚 可那两人 还是贪玩的性格 整天游手好闲 偷鸡摸狗 根本就不像是要做爸妈的人 婆婆是妈妈 她心疼自己的孩子 她怕小姑子 月子做不好 落下一身小毛病 见婆婆执意 要等小姑子 坐完月子 再过来和我们同住 我和徐涛便先回了城里 十月怀胎 小姑子顺产 生下一个男孩 婆家围着孩子 高兴得合不拢嘴 根本无人关心 小姑子的身体怎样 只有婆婆在一旁 一直照顾着小姑子 坐月子五十多天 也是婆婆 一直守在他们娘俩旁边 精心伺候着 生怕她吃不好 睡不好 而她以死相逼 要嫁的老公 从她生产 到坐完月子 出现的次数 两只手 都能数过来 在孩子的满月酒宴上 我和徐涛两人 虽然因为买房子 欠了些外债 但还是大大方方的 包了个八千八百八十八的红包 塞到了包孩子的被子里 婆婆在小姑子 坐完月子 身体都恢复差不多的时候 才跟我们来了城里 婆婆是个很开明的人 比如生孩子这事 她从没有强迫过我 说她都听我们的 我们之间 倘若没有小姑子 这棵老鼠屎 生活真的会很幸福的 婆婆来城里 住了快两个月的时候 小姑子带着哭腔 打电话过来 说是和妹夫吵架了 日子没法过了 还提出要过来城里住 想让婆家人招招急 徐涛和我商量 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当时是觉得 这房子是我和她哥哥 共同买的 虽说她已经出嫁 可这也算是她的家 再说了 婆婆也在这边生活 她现在和婆家吵架 没地儿去 这个时候 我们不让她过来住 她又能去哪里 然后这个家贼 就成功地住进了 我们眼皮子底下 刚开始来的时候 小姑子还是很安分的 她是一个人来的 孩子没有带 估计是婆家 不让她带走吧 然后住了有差不多 一星期的时候 我就频繁发现 我卧室床头柜的抽屉 总是有被人翻过的痕迹 我有强迫症 好多东西 都是放在哪个位置 就会一直放在那里 即使我用了 也会放回原位 这点 徐涛也是知道的 我俩一人一个抽屉 她从不会去翻动 我这边的抽屉 先是床头柜抽屉 然后是衣柜里 放重要东西的抽屉 都被人翻动过 我知道婆婆是怎样的人 只要我和徐涛不在家 她是绝不会进我们的卧室 那这家里就这么几个人 我自然是怀疑到小姑子身上了 只是起初没有丢过什么东西 也就没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可是后面 她越发越猖狂 动我的衣服 戴我的首饰 还穿我的内衣 最搞笑的是 被我发现后 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那段时间 我们部门业绩不怎么忙 我偶尔是提前下班回家的 然后回家 看见小姑子的身上 穿的我为了见客户 特意买的好衣服 然后脖子的项链 还有手镯 那些都是我结婚的时候 娘家爸妈送我的 我一直觉着 有纪念意义 不舍得戴 放在卧室的抽屉里 我当时真的很气 之前就翻我东西 我没有过多的计较 可是现在 都穿戴自己身上了 看见我回来了 也没有不好意思 还理直气壮的来一句 嫂子 我今天出门见朋友 没衣服穿 才借穿一下 你不介意吧 对于她戴我首饰这事 是只字不提 就好像 那都是她自己的一样 婆婆当时不在家 估计去溜弯了吧 我强忍着怒火 回了一句 衣服可以穿 这首饰 你还是还给我吧 这是我爸妈 送我的结婚礼物 我自己都舍不得带 然后小姑子 一副很惊讶的样子 摘下了项链和镯子 当我拿着镯子和项链 准备放回抽屉时 推开门 看见我的衣服 全被丢在床上地毯上 还有几个包包 不用想都知道 这是小姑子所为 她过来说 等一下让婆婆 来帮我收拾就行了 今天她出门时间太急了 找了衣服 没来得及收拾 我没有应声 随手 把地上的衣服捡起来 打开抽屉 又发现了一件事 我前几天 放在抽屉的三千块钱 准备给婆婆 这个月的生活费 不见了 当时我是和首饰 放在一起的 首饰被小姑子带走 钱也跟着不见了 我这里面的三千块钱呢 和这些首饰 一起放着 我直勾勾地盯着她问 哦 我今天不是朋友 叫我去玩吗 然后拿着用了 放弃和你说了 此时 婆婆也从外面回来 听见了 我和小姑子的对话 她竟指 走到小姑子面前 就是一巴掌 你这是偷 不是拿怎么着 想进去吃老饭了是吗 婆婆听见小姑子的做法 气得血压飙升 被婆婆扇了一巴掌的徐悦 更是气得想杀人 我还那么小 你那些名贵的内衣 我都穿过 包括你今天身上穿的 都是我穿过的 就问你 气不气 你咋这么飘脸呢 你麻溜的滚出去吧 以后 别再说我是你妈 我丢不起那人 爱上哪上哪去 是死是活 跟我们再也没有关系 婆婆听见小姑子 做出的这些个事 直接当场 将小姑子轰了出去 可是 真没想到 小姑子是这样的人 当初看着她可怜 同为女人心疼她 可做的这些事 真的是气到发抖 尤其是 听见我把内衣穿一个遍 再放回去 简直比我吃了苍蝇 还让我恶心 许涛下班回家后 婆婆跟她 讲了事情的经过 立马把我所有的内衣 全扔进了垃圾桶 和婆婆在一旁 一直劝我不要置气 为了那种人不值当 也让我放心 以后 他们绝不会 再让小姑子 踏进家门半步 我们是真心实意 对她好 可她自己 非要把这条路断掉 那就以后 都各自安好吧 不过通过小姑子 这么一折腾 我倒是觉得很幸福 婆婆名事里 徐涛对我 更是好的没话说 人生足矣 但愿小姑子 能早点明白 婆婆和徐涛的 用心良苦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